我就说了我是一个宁当凤尾不当鸡头的人 我当了凤尾我还要当凤头 我当了凤头我还要当龙尾 我永远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永远在毁掉之前所拥有的一切 去在新的领域得到提升 说到底我就是一篮球封的 就是一篮球封的 借球这个标签会让一些球队或者一些外界的人觉得 我跟这个职业篮球格格不入 我一直把自己当作中国的二次同 就skip to my loop 真是从街头打到职业 我其实就把它当作我的一个开模 我就想做他这样的人 第一次世界是2006年 2006年去八一青年队 跟那边练了两个多月 那是我的第一次踏入这个职业 但是青年队 但是真的是受益危险 那我全是不开窍 懵 因为教练让你看完一遍就要走 对于一个完全没有这种体 大学那篮球很简单了 就没有那么复杂 但是那个 我记得我一个礼拜要记15套战术 当时就逼着我 你必须问队友 然后我必须说 你提醒我 我走错了 你也提醒我 不用帮忙才能完成 而且那会要求五个位置你都要回 每天自己拿一小本在那画 记 当那会练的我已经懵了 就是我一睁眼 不知道现在是上午训练 还是下午训练 那种职业篮球的苦 我真的是在那边完全体会到了 就是你会每天就会感觉到自己要累死的感觉 你知道这个感觉真的是真的是职业球完赛能懂的 当然了我觉得我挺过来以后 我会觉得反而更加对这个职业联赛很向往 紧接着我就去浙江广沙的了 然后来北京拉练我就视讯了一下 视讯的时候我反正 他让他们一个后卫跟我一对一 反正我赢了 然后他就带我去了 他说那你跟我们训练吧 我就背着包 也是第一次离开北京一个人为了篮球 我真是特怕孤独 而且特怕陌生环境 我就属于这种 对我来讲真是拼了 我自己也说 为了篮球 就拼了 爱谁谁了 不管了 因为那会儿就想证明自己行 然后也随队打了假币邀请赛 假币邀请赛是三个城市 总打九场比赛 前六场比赛 我没有上一分钟 就在底下坐着 其实可以让我上 就不让我上 最让人感觉心里不舒服的是 在中场的时候 因为包括经理 包括什么都知道 我打击球好 然后那些当地球迷 也要认识我 就欢呼 又我打不了球 让我上来转球去 其实对于我来讲 那会儿 我渴望直言 我希望去掉击球这个标签 但你后来让我去标演 我会感觉自己像小丑一样 最后一场比赛 我打的是最好的一场比赛 我真的把握住了机会 对青岛双星 赢了 主教练正好也换了 然后回去以后 他让我走了 说你现在还上学呢吗 我说上大学呢 大几了 大四 论文写了吗 还没写完 那就回去写论文吧 原话 那一下是伤我伤得最狠 其实在我看来 就是一刹窗 我只需要一捅破了 我就禁止 其实就是学校的没机会 他没有给我 那可能出于他的角度来讲 我不知道 但只是说 我觉得我已经99.9% ready 准备好了 只差你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没给我 就已经崩溃了 我整个世界都塌了 就感觉 后来 王长友指导 救了我 我觉得是 五年级的时候 他是我第一个训练营的教练 钱正海训练营 他带过我 后来十几年以后 他联系到我了 我还说我还想打球 我告诉你 你管 你跟我打 我带你打 他是这个世界上 最懂我 最会用我的人 我就感觉 我怎么跟他打 我就特别厉害呢 就是他每次用的 我用的特别好 我带他提一下 我带他打球真的是太舒服了 你论上职业篮球 不需要一个很平均的人 就需要你长得很长 我一直在补短板 后来发现你短板你再补 也就那样 还不如人家高 那你不如把你自己 唯一优势在延伸的无限场 他就给我开拓思路 我一下就开窍了 然后那会儿 深圳新成立一队 深圳新成为李宁高的 那个教练是张德贵 现在变成了 背空队的主教练 现在是 他说这小个子 挺有特件 挺好吃的 我们这边新成立 对了培养的事 让王朝守知道 又推荐我 有这么个机会 到了深圳 等于08年 我到了深圳 最终也 最后也没签我 然后就回了 回来以后 就应该有点 怎么说呢 又被拒绝 又被拒绝 然后我就开始 办自己的比赛了 就开始办第一年的 CR Open Run 就开始 想回到街头 再把街头的 这个带起来 我不管你个儿 不管你年龄 你只要打得好 我就要给你机会 再后来 南京部队也去过 南京部队那次 就跟那个 是一样的了 就跟白琴的队 我知道我留不下来了 我非常感激他 即便这只是一个 试训的机会 训练的机会 我也很感激 我是一个 极缺机会的人 你只要给我机会 我就会吸取营养 我就会动脑子 我会去进步 这可怕就是 连个机会都没有 当你跟 战狼队签约的那一条 内心是一个 什么样的相关 这X是我应得的 这X是我应得的 早该得了 我应该得到这些 我觉得这就是理所应当 因为我付出了太多 因为我舍弃了太多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应该的 我相信依然还会有 人去低估我 那我要做了就 我就要实力击败他 用烂球说话 这是我很乐钟的点 这是会给带来 给我带来喜悦的点 而不是那些所谓的 名气 利益 掌声 粉丝 这都不重要 大家觉得我狂妄 大家觉得我 敢说话 大家觉得我 自不量力 那都不重要 我是运动员 我想要每天提高自己 这也是我一直能站到这的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我到33岁 才第一次站到这个赛场的原因 对我失望的人很多 对我抱着期望的人也很多 对于我 我还是一个单机游戏 我觉得无论是佛家思想 道家思想 包括什么 都有一个核心的内容 就是活在当下 所有人都在说 都知道这个 真正能做到有几 我觉得我做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